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幸福心愿持有人 你好 你好 主持 来 做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杜佳梅 我是一位普通的母亲 但也是一位特殊的母亲 怎么说呢 因为我有一个特殊的孩子 我的大女儿是孤独症 什么是孤独症 孤独症它也叫自闭症 大脑发育上面出现了一些障碍 那怎么治疗呢 它其实目前来说是 还没有药物可以治疗的一种疾病 然后也没有找到病因 那我们想帮助孩子的话 我们只能用高强度的康复训练 然后一辈子都倦养在家里边 康复治疗是要有专门的机构 还是自己就可以 需要专门的技术 当年我的孩子被诊断之后 我们也是到处去找专家 然后请教各种专业人员 也学到了一些但是还不足够 后来我们就 因为我正好是研究生的时候 是学英语专业的 所以有这么一点基础 就从国外引进了很多 先进的资料 然后自己开始翻阅 然后翻译 然后把翻译出来的技术 然后和一些专业的背景 就用到自己的孩子身上 给孩子做康复训练 我听说你因为自己学习 甚至目前自己开了一所 这样的康复学校 我们的学校有二三十个老师 然后有几百平米的一个产地 2011年正式成立的 其实启办这个孤独症康复中心 也是很偶然的一个机会 因为萱萱从小 就是被诊断之后 我就给他做高强度的训练 然后每天我会要给他 做六个小时的训练 所以萱萱算进步 还是不错的一个孩子 所以当时很多家长 他们就从全国各地来 然后找我取经 2010年的一个冬天 然后我给家长做完培训 走出培训室的时候 就看到有一家三口 在户外等着我 大家知道北京的冬天很冷 小孩子脸都冻得红红的 爸爸妈妈也是 然后那个妈妈一看见我 就拉着我的手 跟我说 杜老师她说 我刚从医院出来 一顺说我再也不能生孩子了 所以就是 你要帮我救救这个孩子 但是听了以后 觉得还蛮心酸的 就是 那想着 可能我在北京 还算条件好 还有这么多机会 接触到最新建的技术 那么你说 在农村 那很多的家长呢 可能他们更需要这些支持 所以在这种前提下呢 就插满了这个中心